小货车起步要转进车道 但是左侧一辆机车直行 骑士擦撞小货车 连人带车摔到对上车道还冒出火花 对下两辆车接连撞上 第二辆还碾了过去 这撞得太可怕 救护车道场现场碎片散落一地 骑士送一隔天伤重不治 这就是整台倒影 骑过的了 机车撞成这样 爸爸看了心都碎了 骑士成姓男子今年20岁 在黄昏市场工作 小时候父母亲离异 她是阿嬷带大的 我没拆这个桌子 就把你拆得太大 我拆得太大 就高过三千块 昨天晚上11点多吧 听着很严重 你要睡觉 不然看不到 看不到最后一遍 爸爸说他不喜欢念书 但是很顾家 高中就开始打工贴补家用 虽然赚得不多 但是每个月都给阿嬷五千块零用 事故发生原因 是小货车起步跟直行机车擦撞 紧接着对向来车又接连撞上 是小货车 第一点它是酒后驾车 第二点是起步 为注意车道中的行驶车辆 导致发生交通事故 车祸发生时 骑士要去找朋友 一瞬间一个年轻人就这样美了 其实没考过驾照 是无照骑车 造势的小货车 驾驶酒车值0.55 他浑身酒味到修配厂修车 酒驾开回家 发生致命的意外 过失致死 跟公共危险罪移送 TBS新闻 陈志忠 吴淑平 彰化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